交通警懷疑蛇旺 飆車搶米追理數 当差13年 西九龙总区交通警王景辉 去年底在青马大桥以116公里飆车 超速36公里 炒车之后受重伤 他被票控 昨天书面认罪 14日内要交600元罚款 他和两个同袍当晚巡落 怀疑其中一个上错青鱼干线 另外两个追上去 带他由收费站掉头去回九龙 但有报道说 可能有人之前当值偷懒 收账之前在高速公路搶米 来补回行车理数 据知交通警有本米数保 集低每日的行车理数 上级check的时候 一般不会对隔车的实际米数 有些交通警察会报减米 例如执近了100公里 集报一半 小报那50公里 就可以留下一次偷懒之后用 如果警察没有报小数 偷懒之后就要搶米来填数 再回警署教差 警方说会复核离定纪律处分 根据个别情况做决定 终于在这里 我看到没想到 车理纪律处分 车理纪律厨 冷静